我国航天近年来,有那些伟大成就让国家崛起成为现实 中国航天总设计师一句话表达了什么意思 近代以来,说到核心技术,不少中国人内心深处都透出隐隐的不自信 赶超欧美同样也总被认为停留在口头上 然而几十年前,很少有人会相信 随着手缩国长航母良相,贝豆卫星一颗又一颗上天 等因系列重大突破被实现 曾经的梦想已经化为了21世纪新中国的现实 拿前不久上天的嫦娥4号来说 中国就成功做到了一件美国人梦寐以求的事 据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报道 中国科学家们利用嫦娥4号提供的探测数据 成功为人类揭秘了月球深处的核心 证明了月曼由橄榄石和低盖灰石作为核心组成 这一困扰学界数十年的假设 如果说诺奖可以颁给卫星 那嫦娥4号2019年肯定没跑了 除了嫦娥4号 我国北斗卫星近几年的一系列动作 也为国家在全球赢得了大量的尊敬 前几日 北斗第45颗卫星成功发射 标志着 我国的卫星系统在太空中 真正制造出了一张新网 官方发布的走向全球显然不是开玩笑的 很少有人知道 大部分手机装的其实都是 北斗加GPS导航系统 受限于美国GPS定位稳定性等问题 大部分国家都主动选择 北斗作为辅助系统 这表明在民用领域 北斗卫星导航虽然后发 却一样受重视的真实情况 提起北斗的研发的过程 最近应该被许多国家当作不可思议的成功 据了解 2003年欧洲曾主动邀请中国科学家 参与他们加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 我国承诺投入2.3亿欧元的情况下 却突然将速排挤 至此 北斗才开始担任重任 短短十几年 在毫无参考的情况下 完全自主研发成功 而这在不少外国人看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 前不久 央视采访我国载燃航天 幕后总设计师 龙乐豪院士 81岁的高龄 仍然坚持在火箭研制第一线 2003年 正式在他带领的科学家团队 为我国载燃航天技术的进步 取得了重大突破 也让世界第一次开始正视 中国航天的强大实力 在采访中 龙院士提到 外国人能搞的 中国人当然也应该能做到 这句话就像明年一样 跟了他一辈子 也鼓舞和感动着 无数中国科研工作者们